陳生人 向我錄影 不是錄影 不是錄影 是直播 那天上來我當然有點緊張 但我聽得很清楚 她是說來搜一些東西 身體都是震的 震到她說你是不是很冷 不如穿上衣服 那不知道 可能我自己覺得自己光明正大 沒什麼害怕的 甚至連找個C都沒記得 要搜就搜 好好好 我叫陳朗星 英文名是Ronaldson Chan 是現任的記協主席 我加入了新聞界17年 我最後工作的地方是立場新聞 我們發覺有一部份 是要來煽動其他人分裂國家 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 或者呼籲外國制裁香港特區政府 或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失聞自由也好 言論自由也好 不然我們去爭取得到的 是《基本法》 當然寫的時候已經有了 香港人習慣了 我們的傳媒是百花齊放的 你會見到有親共的報紙 你會見到親台的報紙 我們習慣了是這樣 最重要是大家都可以很公平地 去爭取市民的支持 讓市民看到 市民自己看得多會自己衡量 現在問題的困難是聲音是少了 有一些立場是不容許見於步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不知道紅線在哪裡 既然不知道 就唯有做少一點或做得小心一點 口隊控制時 香港的抗議 issue 在香港人以及公共株 listens 或寶藏製 spam 我完全不清楚以下的例子 但香港人沒有更重要 哪部公民 seguridad 如果本人不然可以有ứng聽 他們一定要思考 必須大決行 機械的情況 是我們每天都有去評估最新的情況 每天我們都會有時間去談一談、討論一下 我只能說到今天我們都繼續存在 繼續努力地去生存著 記協我們是1968年成立 我想我們長久以來 除了記者工會 要去捍衛記者的權益 包括採訪權、失業之後的情況之外 我們也長期要提倡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這亦很涉及會員的生存空間問題 所以絕對是一個工會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麼多機構或者想著去支撐的機構 都已經離開了 我們其實已經是孤嶺中的孤嶺 但記協很明白自己在市民和香港社會的角色 所以我們要很認真處理自己的情況 當然我們其實現在可以做的 你說多就不多,少也都不少 多的就是不多 我們都只能夠做一些唱意 勸勉、苦口婆心 希望政府聽 我們其實實際上 他一意孤行 我們都沒有辦法做任何有意義的阻擋 我們都沒有辦法做到最初的政策 我們都沒找到最初的政治 我們有什麼地方做到最初的政策 我們的家人 我們都沒有學會